度方向与速度方向同 C 以物体速度为0时 加速度B为0 1. 阿胜站在小珍东方40公尺处 阿修站在阿胜北方40公尺处 则阿修相对于小珍的位置 A 东北方40公尺处 B 西南方40公尺处 C 东北方40公尺处 D 西南40公尺处 2. 蚂蚁在客厅地板爬行 其从A至B爬行路径如右图 则其位移量之为 每小块地板长宽皆位40公分 A 280 B 200 C 160 D 160cm3 阿胜从家里门口走到捷运站门口 有两种不同路径 路径一路径长540公尺 所花时间15分 路径2 路径长660公尺 所花时间20分 路径3 路径长510公尺 所花时间17分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路径1 2 3的位移界不相同 B 路径1的平均速度为0.6M斜线S C 路径2的平均速率为0.55M斜线S D 走路径3的速率为最快4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以物体等速度时可能有变速率 B 以物体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同 C 以物体速度为0时加速度B为0 D 以物体增速率时可能加速度为负 5 右图为一指点周期运动的VT图 T为周期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指点在T等于与T等于时通过同一位置 B 在T等于时加速度与速度方向相同 C 指点在T等于与T等于时通过同一位置 D 在T等于时速率见增6速度与速率之关系下列说法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时钟分针至尖端在某时刻的顺时速度值等于尖端的顺时速率 B 等速率运动就是等速度运动 C 顺时速度的大小即是顺时速率 D 顺时速度之值称为速率 E 时钟分针之尖端在任一段时间中之平均速度值不大于尖端之平均速率 7 关于速度下列叙述何者为真 复选题 A 速率一定的物体可以具有变速度 B 等速度的物体不可能具有变速率 C 物体的速度不一定与其加速度同方向 D 速度为0的物体可以具有加速度 8 在星光3月时其其欲搭乘电伏梯参观 则每上一层楼需时30秒 若走手伏梯不行而上 需时45秒 则若其其搭乘电伏梯并不行向上 则需时若干秒 A 24 B 21 C 18 D 15 E 12秒9 射某指点在X轴上运动的位置对时间的关系为X等于T平方 2T 是中X与T单位各位公尺余秒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守三秒内之平均速率为2M斜线S B 守三秒内之平均速度为1M斜线S C 第二秒末之顺时速度为2M斜线S D 第二秒内之平均速度为1M斜线S 10 某人上山速率为6KM斜线HR 下山速率为8KM斜线HR 则其往返一趟之平均速度与平均速率各位和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平均速率为7M斜线S B 平均速率为0M斜线S C 平均速度为7M斜线S D 平均速度为0M斜线S 值1 1 C 2 B 3 C 4 D 5 A D 6 A C D 1 7 A B C D 8 C 9 A 10 C 以有物体做直线运动以4M斜线S2等加速度从静止到开始运动 接着以2M斜线S2的等加速度直到停止 若运动的总距离为150公尺 则此物体运动所需的时间 A 5 B 10 C 15 D 20秒2 阿潘与小方开车 同时痛得出发做直线运动 其VT图如右所示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在T等于10秒后 两车并列前进 B 速度相等时 两车相距50公尺 C 两车在T等于8秒时相遇 D T等于60 A 10 阿潘的车在小方之前3 阿伦以5M斜线S朝北行进 4秒后以9M斜线S往南走 则阿伦的加速度位 A 1M斜线S向北 B 3.5M斜线S向南 C 1M斜线S向南 D 3.5M斜线S向北4 如VT图 A B C做直线运动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在最初T时间内 A B C的平均速度大小同 B 在时刻T A的加速度为最大 C 在最初T时间内 A B C的平均加速度大小相同 D 在最初T时间内 B做等速度运动5 小丸子与小新开车 沿同方向做直线运动 其VT图如右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小丸子开车的加速度比小新快 B 前6秒内 小丸子开车所行走的距离长于小新 C 辆车在做等速度运动 D T等于50 小丸子的车与小新的车并列6 90年学测 汽车在高速公路直线等速行驶 接近收费站前开始缓缓地刹车而停止 下列何者最可能说明其有等速行驶状态至刹车停止时的速度 V N 时间 T 的关系 A B C D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若向下增速 则加速度方向向下 B 若向上减速 则加速度方向向下 C 若等速度向下 则加速度为0 D 若向下减速 则加速度方向向下 E 若向上增速 则加速度方向向上 关于直线运动 下列叙述那些正确 复选题 A 当附加速度运动 即表示减速率 B 当正加速度运动 其速率可能渐减 C 当速度未复时 即表示反向运动 D 当附加速度时 即表示反向运动 E 当速度未0时 其加速度不一定为09 一直点延一直线做等加速度运动 当时刻为0 E 20 其位移为 则当时刻为60 其位移为 A 6加8 3 B 3加8 6 C 3 8加6 D 10 24加15 E 10 15加24 时中之秒针针间运动 用情形为复选题 A 顺时速率等于平均速率 B 等加速度运动 C 变加速度运动 D 等速度运动 E 等速率运动指 21 A 2 C 3 B 4 C 5 A 6 A 7 A B C 1 8 A B E 9 C 10 A C 1 1 71日大 自由落体其高度A 正式兼T的函数关系 E 以下列个图那一图最为正确 A B C D E 从高H处落下的自由落体 力时T落至的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前半乘与后半段落下所需的时间比为 B 前半段时间与后半段时间落下所需的位移比为二分之一 C 最后一秒内的位移位 D 全程平均速度位 E 最后一秒的平均速度为三 大雄在悬崖边将食子自由落下 约两秒后听到河床的声音 若声音在空气中之速度为330M斜线S 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为10M斜线S2 则悬崖与河床的距离位 A 17 B 19 C 21 D 23M4.1物质屋顶自由落下 其最后一秒内落下的距离位屋顶至地面距离的五斜线S6 若其加速度为10M斜线S2 则下列何者正确 A 落地时间为4S B 塔高为78公尺 C 最后两秒内落下的距离位屋顶至地面距离的八分钟 D 最后一秒内的平均速度为25M斜线S5 华特从飞机跳伞而下 自由下落45公尺后 不考虑空气阻力 G 等于10M斜线S2 把伞张开以赴3M斜线S2的加速度下降 着地时的速率为3M斜线S 则华特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为 A 9 B 10 C 12 D 14秒6 有个小石头A自塔顶落下A公尺后 且另一个小石头B于离塔顶下方B公尺处自由落下 结果两弹同时落地 则塔高 米 若干 A A 加 B 平方斜线4B B A 加 B 平方斜线4A C B 斜线4D A 加 B 斜线2M7 某人于悬崖放手让小石子自由掉落 经3.5秒听到石头碰到河床的声音 已知声音传速约为340M斜线S 自由落体之加速度G为9.8M斜线S平方 则由悬崖到河床的高度约为何 A 38 B 41 C 44 D 47 E 50M8 以自由落体之物 其最后一秒锁金之距离与最后一秒之前一秒锁金距离比为3冒号2 则此物体下落至地面 总力时为多少 A 4 B 3.5 C 3 D 2.5秒9 关于自由落体的一些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何者在全对数座标图纸上 可会乘一直线 复选题 A 高度N时间 B 下落的距离N末速 C 下落距离N时间 D 末速度N时间 E 加速度N时间时 射中力加速度为10M斜线S平方 太阳阳角为30度 以物做自由落体运动 经历两秒 则此物在水平地上之平均引速为何 A 10M斜线S B 20M斜线S C M斜线S D M斜线S E 以上皆非指31A 2 D 3 B 4 A 5 D 6 B 7 C 8 B 9 B C D 1 10 C 1 79日大 将两直点A 将两直点A B同时从它定 以相同的初速V0抛出 A被垂直上抛 B被垂直下抛 则在T时间后 T小于B这的所需的时间 A B两直点间的距离 A 2T B 3 A 3 斜线2T C T D 3T 2 70日大 一球被牵直向上抛出 达到顶点又落回原处 如空气阻力之大小位常数 不能忽略 则 A 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同 B 上升时间较下降时间长 C 上升时间较下降时间短 D 上升与下降时间何者较长要是阻力大小而定三 自高H处自由落下十字A 同时自地面以于初速上抛十字B 则两弹欲在空中相遇 则欲的范围 A U B U C U D U 4 从地面牵直上抛一球 连续两次通过60公尺高度时 其时间间隔位4秒 则球自抛出到落地共花时间 G等于10M斜线S2 A 12 B 10 C 8 D 6秒5热气球以25M斜线S初速 与2.5M斜线S2的加速度由地面上升 20秒后从热气球上往地面方向放下遗物 问几秒后此物到达地面 不计空气阻力 G等于10M斜线S2 A 12 B 14 C 16 D 18 E 20秒6 85年学测 一时垂直上抛后自由落下 如果不计空气阻力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10块往上飞行时和向下掉落时的加速度都是一样大小 且方向相同 B 10块往上飞行时和向下掉落时的加速度都是一样大小 但方向相反 C 10块往上飞行到最高点时 其速度和加速度皆为0 D 10块往上飞行到最高点时 其速度和加速度皆不为0 E 10块往上飞行到最高点时 其速度为0 但加速度不为07 66日大 E 孩童在高44.1公尺之断崖上时一时自由落下 经一秒后 又牵直投下一时 结果两弹同时这地 此孩童头下肢第20的初速为几秒 A 10.25 B 11.25 C 12.25 D 13.25秒8 自地面以93.1M斜线S之初速牵直向上连续射出两颗子弹 若其时间间隔位1秒 则此两颗子弹在空中相遇时其高度为何 A 441 B 400 C 361 D 324M9 一伞兵跳伞后自由落下45公尺再开伞 当伞张开时 则以向下支等减速度2M斜线S平方落下 以支骑着的支速度为4M斜线S 且重力加速度G等于10M斜线S平方G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开伞时的瞬间速度为20M斜线S B 开伞时的瞬间速度为30M斜线S C 跳伞位置距地面216公尺 D 跳伞位置距地面261公尺时 它顶有一字由落体由静止下落 已知最后2秒内落下的高度为塔高的8斜线9 请问落地时间为几秒 A 6 B 5 C 4 D 3秒止4 1 A 2 C 3 B 4 C 5 1 6 A 1 7 C 8 A 9 B D 10 D 1 A B两钢球自痛高度做运动 A球从斜角37度的光滑斜面由静止下滑 B球自斜面顶端自由落下 若已知斜面长度未夭 则 A 1 A A B两球到达地面的时间比值 A 1 B 5 B 5 D 8 B 6 C 3 B 7 A B B 2 B 2 B 7 B 8 A B A B 1.5 A B B 以两光滑斜面自由下滑 则复选题 1.自由下滑至底部 A.B所需时间的比值 A.1分之1 B.1 C.1.5 D.2 2.自由下滑至底部时 A.B.墨速的比值 A.B.C.1 D.3 69日大 两个光滑平板 固定于水平镯面上 起截面乘一三角形ABC 如图 平板及支边长各位 设益指点受重力 自A滑落至B点所需时间位 自A点受重力滑骨至C点 所需支时间位则 A.B.C.D.E. 除了与上语有关4 89年学策 如图所示 以物体延平滑斜面滑下 在过程中 下列有关该物体的加速度量值 和速度量值的变化 何者正确 A.核都不变 B.核都渐变大 C.核都渐变小 D.不变 渐变大 E.渐变小 渐变大 5 一光滑斜面 斜角为30度 以物体质量为2kg 由斜面终点 以4M斜线S之速率沿斜面上滑 经两秒滑至斜面底 下列变述 下列变述何者正确 A.斜面长度为4公尺 B.滑至斜面底的速率为4M斜线S C.最高可滑至距底端3.8公尺 D.此两秒内的平均速率为2.5M斜线S6 81日大 以物质量为M 从一长24公尺的光滑斜面顶端由静止下滑 经4秒到达斜面底部 经将此物体从斜面底部以出速VO沿斜面上滑 经6秒后又滑回斜面底部 则VO为多少M斜线S A.6 B.9 C.12 D.18M斜线S值5 E.B.2 A.2 A.B.3 A.4 D.5 A.6 B. E.小心逛百货公司 乘自动电浮梯上楼需时30秒 当停电时步行上楼则需60秒 则当小心在正上升电浮梯上步行而上 需花多少时间 A.16 B.20 C.22 D.24秒2 有一物质升降机的天花板自由落下 此时升降机正以2公克加速上升 则此物需花多少时间落至地面 天花板至的距离 A.B.C.D.3 A.B.C.D.3 以身则禁止站在地上 如图 当火车通过以身面前时 假身沿垂直于车厢地板的方向 向上抛出一棒球后让其自由落下 1. 假身看到的棒球运动的轨迹为何 从下图选一项 A.B.C.D.E.2 以身看到的棒球运动的轨迹为何 从上图选一项 A.A.B.B.C.D.C.D.D.E. C.9.D.11 若骑车向西10M斜线S 则与散因池向何方 A.向西阳角60度 B.向西阳角30度 C.向东阳角60度 D.向东阳角30度 有西向东之河流 宽0.2km某人划船自北岸到南岸 船速为7km斜线HR 流速为5km斜线HR 若此人寓于最短距离度和 则 1.船首之航向应为何 A.垂直河岸偏向上游45度 B.垂直河岸偏向上游37度 C.垂直河岸偏向下游37度 D.垂直河岸偏向下游45度 2.渡河虚实若干 A.0.05 B.0.1 C.0.15 D.0.2HR8.2 捷运在同一直线的轨道上 各以20M斜线S之速率相向而行 一蝴蝶以40M斜线S的速率飞行 当二捷运相距40公尺时 蝴蝶自一捷运的车顶飞至另一捷运的车顶 到达后即飞回原捷运的车顶 再继续来回飞行 在二捷运相撞前 蝴蝶共飞行多少路径长 A.20公尺 B.40公尺 C.60公尺 D.80公尺 E.条件不够久 自一等速上升速率为5 0M斜线S的热气球 在向南 C.5M斜线S东偏南37度 D.5M斜线S东偏南53度 指61B.2C.3E.A.2D.4C.5C.6A.7E.B.2A.8B.9D.10D.1 由于物体延直线运动 其AT图如右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此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B.第18秒的顺时加速度为0 C.最初24秒内之速度变化量为48M斜线S D.最初24秒内之平均加速度为2M斜线S2 E.若出速为0 则最初48秒内之位移为02一直线上运动指点 其位置X与时间T的关系为X等于T2 8T 单位 SI质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指点在T等于4秒时 运动速度发生改变 B.前6秒内移动的路径长为12公尺 C.前6秒的平均速度为-2M斜线S D.前6秒的平均速度为-2M斜线S B.前6秒的平均速度为-2M斜线S3 一直线上运动指点 其位置X与时间T的关系位 单位 MKSG 则核实加速度与运动方向相反 复选题 A.T等于0.8 B.T等于1.6 C.T等于2.2 D.T等于3.2 E.T等于4.24.1 物体做直线运动 其加速度为A等于5T加4 初速为25M斜线S 则当T等于6秒10 速度为多少 A.139 B.134 C.109 D.114M斜线S5 某直点齐T等于010 初位置为XO等于-50公尺 初速度VO等于40M斜线S 而加速度A.与时间T 直关系位A等于4T-8 取MKSG 则 1.出发后10秒速度位A.140 B.160 C.180 D.200M斜线S 2.出发后10秒位置在A.1700斜线3 B.1750斜线3 C.600 D.1850斜线3M6 有一直点做直线运动 起初速度为2M斜线S 前2秒的平均速度为3M斜线S 且位置对时间的关系为X等于也平方加BT X.米.T.秒 则下列何者正确 复选题A.A等于2 B.A等于1分之1 C.B等于2 D.B等于1分之17 有一直点做直线运动 且位置X与时间T的关系为X等于T平方加4T 单位Si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指点于第二秒时改变方向 B.指点于前3秒时的位移为5公尺 C.指点于前7秒时之平均速率为5M斜线S D.指点于前5秒内的平均速度为1M斜线S 8.1捷运自车站静止启动沿直线轨道做等加速形式 途中经过一座长250公尺的桥梁历时10.0秒 若捷运头使离桥梁的速度为30.0M斜线S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若捷运长62公尺捷运为使离桥梁的速度为32M斜线S B.桥头离捷运车站为250公尺 C.捷运的加速度为5M斜线S平方 D.捷运头使入桥梁之速度为25M斜线S9 某指点线性运动遵守XT等于T立方加4T平方4T16则T为何值10 其加速度为0A-2B四斜线3C0.43D2E 横步为010.1物颜值线运动其位置X米及时间T秒之关系为X等于4T平方 摄则此物体在最后一秒内所航距离为最初一秒所行之距离之若干贝 A.5B.6C.7D.8E.9被指7E.C.D.1.2A.C.3A.D.4A.5E.B.2D.6B.C.7A.8A.9E.10E.1 自楼顶以8M斜线S的水平初速抛射一球 当其切线加速度达6M斜线S2 球已在空中多久 G等于10M斜线S2A.0.6B.0.8C.1.2D.1.6秒2 小于自高H处水平抛出一个十字 十字者的瞬间十字运动方向与地面夹角30度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A.水平设成为2H B.找地点距抛出点H C.抛出十字的初速度为 D.十字位移方向与地面夹角30度3 指点由距地面高H处以速度V水平抛出 重力加速度为G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A.当其水平速度与千值速度量值相等 切线加速度为G斜线2 B.在第三秒内的速度变化是G C.当水平位移与千值位移量值相等 水平速度量值是千值速度量值的一半 D.抛出至落地的飞行时间 与H乘正比4 以10M斜线S的水平初速抛出一球 当球的速度与水平乘45度变至53度 经历多少时间 G.等于10M斜线S2 A.5分之3 B.3分之1 C.4分之1 D.5分之2秒5 小宝在高28公尺处以V水平抛出一球 正好击中前方高8公尺的竖顶端 则小球的出速为多少 G.等于10M斜线S2 A.3 B.4 C.5 D.6M斜线S6 水平以25M斜线S抛出一物 于高100公尺处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经5秒后会着地 B.着地时水平位移为100公尺 C.着地时顺时速度为20M斜线S D.抛出2秒末之切线加速度为5M斜线S平方 E.抛出2秒末之法线加速度为5M斜线S平方 7.球自楼梯顶端滚出 其水平速度大小2M斜线S 若楼梯高20公分 宽30公分 则下列何者正确 G.等于10M斜线S2 A.球将先集中第5阶梯 B.球将先集中第7阶梯 C.球将先集中第9阶梯 D.需耗时0.5秒 E.需耗时1秒8 有一头球机 比地面高出水平180公尺 此投球机水平射出一球 恰中机器前水平距离为4920公尺 以50M斜线S直线冲向球员 问球之出速 G.等于10M斜线S2 A.700 B.750 C.800 D.850 E.900M斜线S9 棒球场上有一头手已之出速 水平抛射一球 当水平速度和迁值速度相等时 其前进之水平距离与落下之迁值距离之比为 A.1冒号1 B.1冒号2 C.2冒号1 D.1冒号4 E.4冒号1 时直电以水平被抛出 自高处以20M斜线S之出速度 着地时顺时速度之量值为25M斜线S 则复选题 A.着地瞬间物体水平速度与迁值速度之比为3冒号4 B.着地前移瞬间物体切线加速度与法线加速度之比为4冒号3 C.自抛出智者的水平位移与迁值位移之比为8冒号3 D.自抛出智者的物体之速度变化为15M斜线S E.自抛出智者的飞行力10 5秒止8 A.2 B.C D.3 B.C.4 B.5 C.6 C.D.1 C.A.8 B.9 C.10 C.D.1 在水平面分别以37度与53度将物体抛出 若不计空气阻力 牵直方向的出速度相等 则两物体运动的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A.水平射程相等 B.最大高度相等 C.其出速度比为4冒号3 D.达最高点的速度相等2 85日大 一时子自禁止由屋顶端滑下 屋顶长9.8公尺 并于水平乘30度 屋檐离的9.8公尺 则小时从离开屋檐置落到地面虚实 A.0.5 B.1 C.1.5 D.2秒3 阿田与阿盛各斜向抛射遗物 测得物体在空中的飞行时间相同 则复选题 A.水平方向出速度 B.牵直方向出速度 C.水平位移 D.最大高度 E.速度变化量必相同似 88北连 两指点A.B.在同一水平面上且相距低公尺 若A.B.各已出速50M斜线S 30M斜线S同时射出 A.指点为牵直以阳角37度向B指点之上方射出 B.指点为牵直上抛 如图 且A.B指运动轨迹在同一牵直面上 射重力加速度G等于10M斜线S平方 则当两指点运动达最高点时相撞 则低须位多少公尺 A.120 B.90 C.60 D.150 E.100M5 北翼女 剑中 双光滑鞋面与支斜角均为30度 高为H 今时以物体自A点滑上金B点恰落于C 则此物体出速度大小为何 A.B.C.D.6 在同一处分别将两球A B.45度及60度仰角斜向抛出 若二者牵直方向之出速分量相等 则复选题 A.着地速度大小B B.水平位移比1 C.水平位移比1 D.飞行时间相同 E.可达相同高度7.1 物体之轨迹方程式为X平方 4X加4Y等于0 MKS单位 且其自地面斜向抛出智者的 请问下列何者正确 复选题 A.抛射角位45度 B.出速为M斜线S C.水平射程为4公尺 D.出速为M斜线S E.最大高度4公尺8 某人于公园中已出速阳角60度 自地面斜抛出一飞盘 经多久后 飞盘的运动方向与水平方向 乘30度浮角 若不计空气阻力 A.B.C.D.E.9 关于斜向抛射的下面叙述何者错误 复选题 A.其切线加速度最大是位于最低点时 B.达最高点时 其速度为0 C.在最高点时 其加速度仍为G D.抛出之初速大小与落至同一水平面之末速度大小相等 E.出速大小一定时 抛射角60度之射程大于30度射程时 在地面上做斜向抛射运动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在运动轨迹上 各点其加速度为定值 B.在最高点时 其加速度仍为G C.在最高点时 其速度为0 D.其法限加速度最大时为G E.其切线加速度最大是位于最低点值91 B.C.2 B.3 B.D.1 4 A.5 C.6 A.C.D.1 7 A.C.D.8 D.9 B.E 10 A.B.D.1 E 86推真 下列有关等速度圆周运动的叙述 何者正确 A.向心力持续做工 使之保持运动状态 B.向心力生产向心加速度 使运动方向改变 C.如果向心力突然消失 物体将严禁向 向外射出 D.等速圆周运动的速度是保湿不变 2.87 推真 洲际通讯卫星绕赤道运转 其周期与地球自转相同 此种卫星称为同步卫星 相对的 由地面看词卫星好像是悬在高空中静止不动 下列有关同步卫星的叙述 何者正确 A.它的位置太高 不受地心引力的作用 所以它能悬在高空中不动 B.它所受的太阳引力 恰等于地球对它的引力 C.它所受的月亮引力 恰等于地球对它的引力 D.它所受的地心引力 恰等于它绕地球坐等速率圆周运动 所需的向心力 3.小心用2.00米的细绳榜一石头 在离的面高2.5米处的水平面 使石头坐圆周运动 神断之后石头落于12米处 则石头坐圆周运动的加速度位 G.等于10M斜线S2 A.100 B.140 C.180 D.250 E.300M斜线S平方4.1闹钟的秒针长10公分 其针尖之加速度的大小位 A.B.C.D.E.C.M斜线S平方5 射地球之半径位R 自转周旗位T 则在北纬60度处 地球自转之切线速率为 A.B.C.D.E.C.M斜线S平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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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日大 甲 以两人沿远轨道同向赛跑 甲沿着半径位的外跑道跑 乙则沿着半径位的内跑道 射甲EV的速率经过乙时 乙开始起跑 此后甲始终EV的速率跑 而乙则以等脚加速度追甲 则在乙追击甲时 乙的速率位 A.2V.B.V.C.V.D.2V.E.V.7 设地球位正球体且半径位R 自转周旗位T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地球上任意一点对地轴的脚速度都相同 B.赤道处的向心加速度位G C.纬度60度处的向心加速度位 D.纬度60度处自转的切线速度位 E.赤道处的自转切线速率为8 物体座等速率圆周运动时 下列何者保持一定 复选题 A.任意时距的平均速度 B.任意时距内的平均速率 C.切线加速度 D.把线加速度 E.瞬间速度 F.向心力9 82日大 一颗人造卫星在地球表面高度位的圆周轨道上运行 二位地球半径 如果在此高度上的重力加速度位A 则此人造卫星的速率位 A.二AR B.C.D.E. 10.下列何者为等加速度运动 均不计空气阻力 复选题 A.自由落体 B.减斜运动 C.等速率圆周运动 D.水平抛体抛出之后至落地过程 E.斜向上抛抛出之后至落地过程指示 E.B.2.D.3.B.4.E.5.B.6.D.7.A.D.E.8.B.C.9.D.10.A.D.E. E.90日大 以物体做减斜运动 其位置与时间关系是位 X.T.等于0.25SIN 0.50T 公分是中 时间以秒计 则该物体之最大加速度的量值为 A.0.0525 B.0.0575 C.0.0625 D.0.0675CM斜线S平方二 物体做SHM运动 正幅为4公尺 周期位秒 设开始于平衡位置 则立时周期时的速率 A.2.B.2.C.4.D.4M斜线S3 是以物体做SHM 则当物具平衡点个为1公分 及CM时 其速率分别为2CM斜线S 及2CM斜线S 则物体做SHM 之周期位 A.斜线4 B.斜线2 C.D.2秒4 是以物体做SHM 其位置与时间的关系 为X等于4CM 则由运动开始 T等于0 至平衡点 背时至少要多少秒 A.0.5 B.1 C.1.5 D.2秒5 89日大 地震时 如果地面运动的加速度太大 地面上的建筑物会被破坏 某建筑物可以承受的最大地面水平加速度为0.32公克 G为重力加速度 假设地震时 该建筑物基地的运动可视为水平减斜运动 则角频率为5.6弧度斜线秒的地震发生时 此建筑物可承受的最大地面水平振幅为多少CM A.5 B.10 C.15 D.20 E.25CM6下列有关SHM之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在平衡点时 加速度为0 B.在平衡点时 物体速率最大 C.在平衡点时 物体所受净力为0 D.物体所受之力横指向平衡点 E.速度为0时 物体受力最大7 做减斜运动的指点 以相同的速度通过相距位12公分的A B.量点 力时6秒 在今时间6秒 指点以相同速率但方向相反再通过B点 则指点做减斜运动的周期与正幅为多少 复选题 A.周期位20S B.周期位24S C.正幅为CM D.正幅为CM E.正幅为CM8 87北模 做减斜运动的指点 其位以与时间的函数图 如右图所示 可知其加速度量值在何时有极大值 A.B.E.C.D.E. 描九一条弹力长数为K的橡皮筋 其上端挂鱼挂钩上 下端系上质量M的糖果 若将糖果浮起至糖果味自然长度时 突然放手使糖果做上下SHM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最高点时加速度为G B.最大速度为C 正幅为D 在最低点时弹簧的恢复力为2毫克 E.由最高点振动至平衡点下方 正幅处经历的最短时间为10 某物质在直线上做周期3.14秒的减斜运动 正幅为1.6米复选题 A.最大速率为3.2M斜线S B.其加速度的最大值为3.2M斜线S平方 C.位移为0.4公尺时速率为1.6M斜线S D.位移为0.4公尺时加速度大小为1.6M斜线S平方 E.自最大位移处向平衡点 移近0.4公尺需时0 52S指示11E C.2C.3C.4B.5 B.6拳7B.D.8C.9拳10A.D.E.E. 小兵将长度为4公尺的绳子之一端结于直立的柱子 手握另一端在地上拉支 则结在柱上高H处最易拉到 则H.A.B.2C.2D.M.2 83副钟82剑钟 长40公分之理想弹簧 质量可不计 若一端固定 它端挂以100公克重物 则伸长10公分 然后使弹簧在不伸长的情形下 将其两端水平挂起 并在其中央悬挂另一物体 若该物体下降15公分 则该物质质量为 A.300 B.150 C.120 D.120 E.50G3 82北亿女 如右图所示 再以细线C点细注意重物P 细线两端A B分别固定在墙面上 使得维持水平 与水平维持方向维持30度 已知细线最多能承受200NT的拉力 则C点悬挂的P物重量至多若干NT A.100 B.125 C.150 D.175 E.2000NT4 阿中 大冰 小旗沿以运河拖拉一船 阿中与大冰的拉力分别为F1与F2 F1与F2之大小与方向如图所示 若欲保持船在运河中央 小旗所拖的拉力及其方向为复选题 A.100横线80 牛顿沿F1作用 B.200160 牛顿沿F1作用 C.100横线80 牛顿 合运河垂直 向F2一边 D.100横线80 牛顿 合运河垂直 向F1一边 E.200160 牛顿沿F2作用 设有一重3kg之重磅 用两个相同之蛋黄吊起 如图所示 弹簧之弹力常数为250NT斜线M 重磅之质量中心 在离异端三分之一长度处 则二蛋黄所伸长的长度差约为 A.1.0 B.2.0 C.3.0 D.4.0 CM6 88日大 以物体以弹簧悬挂在空气中时 弹簧比自然长度增长 全部进入水中 则弹簧比自然长度增长 设空气的浮力可以忽略 则此物体的比重位 A.B.C.D.7 78日大 以重量为W之均匀圆球 架在底圆相靠支甲 以两光滑平板上 夹板于水平面呈60度角 以板于水平面呈45度角 如图所示 射板于球间无摩擦力 则甲板施于球的作用量值 A.B.C.D.E.8 72日大 利用天平来亮度物体的质量时 下列个叙述中 正确的是 复选题 A.利用 物体沉浸力平衡时 力举为0的原力 B.所测得的质量与重力无关 故在无重力的太空中也能测得 C.在地球上与月球上所得的结果相同 D.在一等加速度上升的电梯上 所测得的物体质量比电梯静止时未大 E.在一等速度下降的电梯中 所测得的与静止的电梯中 所测得的相同 9.68日大 一均匀重磅长4公尺 一端A旋以10公尺的重物 需离A端一公尺处提起 使能平衡 若在另一端必在挂以40kg重物时 应在何处提起才能保持平衡 A.距壁端1.5公尺处 B.距壁端1.2公尺处 C.距壁端1公尺处 D.距壁端0.8公尺处 E.距壁端0.6公尺处时 88北连 两条质量可忽略之轻弹簧 长度皆为20公分 弹力常数分别为等于6GW斜线CM 等于5GW斜线CM 与A.B.两物串接 如图所示 并悬掉于天花板 设A重物时GW B物重20GW 则两弹黄之总长度位 复选题A.49斜线2 B.49C.98C.196CM指时 21B.2C.3A.4C.15D.6A.7C.8A.C.1 9C.10B.C.1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A.一个系统的重心 一定位于此系统外空间某点 B.一个物体仅有一个重心 C.在均匀重力场中 重心与直心重合 D.直心的运动可用来代表 整个系统的运动 2.关于平衡与稳定度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复选题A.相扑选手张开双脚屈膝下蹲 可增加稳定度 B.特技表演者走钢索手持平衡感 是利用平衡感随时将重心推回平衡状态 C.一个很不稳定的物体 可加大底面积或底部附加重量 以增加稳定度 D.不导温是不稳定平衡的粒子3 如图 A.B.C.第四块完全相同之木块 长度均为L 此时若欲保持平衡 则C块向右伸出之最大长度为 A.四分之三 B.六分之五 C.四分之一 D.二分之一L四 男女正均于木板OAB鞭长90公分 D位终点 E位终点 如图所示 若结去O 则胜于部分执行位置具C点 A.二十 B.C.十五 D.Cm五 男女 如图所示 两块鞭长分别为2A A之正方形均值相同物体 当达到平衡时 直为 A.四分之三 B.二分之一 C.九斜线十三 D.五斜线十二六 八十六件中 将一均匀钢丝弯成于字形 弯角处均成九十度 三边等长 调挂如右图而平衡 脚位 A.三十度 B.三十七度 C.四十五度 D.五十三度 E.六十度七 有一直角三角形 如图 由三根铜材质之均匀木棒组成长度为三米 四米 五米的三角形 若以直角定为正交坐标地圆点 则以米位单位的重心坐标位合 A.零 零 B.一 1.5 C.1.5 E.D.1.5 1.5 8 81北模 如图之正方形均匀薄板 对角线长位36公分 A.B. C.D.为各边之终点 若涉及将左上角及右上角切除 则剩余之直心聚源中心 若未若干CM A.B.C.D.E.CM9 72页大 水平地面上放置移密度不均匀的质感 长为4公尺 欲将A端提起 最少虚力64kg 欲将B端提起 则最少虚力80kg重 干的质量为几kg A.64 B.80 C.144 D.160 E.169kg 已只有两个空心铁球 其半径位2及R 且两球互相内切 则共同执行巨大球球心位 两铁球厚度相同 A.B.C.D.E. 指食三翼拳2 B.C.D.3 B.4 B.5 C.6 B.7 C.8 B.9 C.10 B.1 如图 物体质量为MKG 滑轮受水平力F拉动之加速度位A 若省与滑轮的质量不济 摩擦力可忽略 则拉滑轮之力F位 A.2码 B.2.5码 C.3码 D.3.5码 E.4码2 如图 阿中重70公斤 站在20公斤的平台上 垂直上拉移绕过滑轮的绳索 若滑轮与绳子的质量不济 则阿中失利都多少可维持其与平台平衡静止 A.90 B.45 C.50 D.100kg W3A B.质量各为M即两公尺 不计神与动滑轮的重量 若不想使定滑轮转动 则C之质量为若干 A.8斜线3 B.3 C.3斜线2 D.2KG4 如图 M等于3.0kg M等于0 75kg 若不计神与动滑轮的重量 与摩擦力 则T1 T2位 G等于10M斜线S2 A.15N 7.5N B.12N 6N C.6N 12N D.5N 10N5 如图所示 体积200立方公分之物体W完全浸于水中 滑轮组织重量及其细线之摩擦不济 当施力F为300公克重时 可维持平衡 则此物体W的密度为A.2B.5C.8D 使之斜线CM立方6如图所示 原线物体静置桌面 物质量4kg 弹簧及神重忽略不济 物与地面近摩擦系0.3 动摩擦系数0.2 神长由零件增 复选题 A.当F等于5NT时 弹簧张力大小5NT B.当F等于5NT时 物体的加速度大小2M斜线S平方 C.当F等于20NT时 弹簧张力大小20NT D.当F等于20NT时 物体的加速度大小2M斜线S平方 E.当F等于30NT时 弹簧张力大小12NT7 图中 某人重60kg 价子重30kg 若人与价子同样静止而悬于空中 滑轮值清且光滑 此时复选题 A.人对绳子施力T位30kg B.人对价子施力N位30kg C.人对绳子施力T位60kg D.人对价子施力N位60kg E.人对绳子施力T位90kg 8如图 设有一木块重NT 而木块与固定之斜面兼之摩擦系数位 则欲使木块不在斜面上滑动 则在绳上所施张力T为何 复选题A.1.5B.1.2C.0.9D.0.6E.0.3NT9 图中A.B位两个定滑轮 若不济摩擦系统处于平衡态 5条弹簧相同且重量均不计则负选题A.张力最大的为D.B.B.的张力为20kg C.各条伸长量都是相同 D.A.之张力为10kg E.B.C.的张力都是10kg 10如图 甲、乙并三个物体在弦线下音平衡而沉浸姿态 三粒的夹角如图 它们的重量大小关系位下列合适正确 A 甲乙并B 并甲乙C 乙并甲D 并甲乙 A 甲乙并1 指 14 1 1 2 A 3 A 4 A 5 B 6 A C 7 A B 8 B C D 9 C D 1 10 C 1 七十三日大 另一物体从一颗改变斜角之斜面上自静止开始滑下两次 物体与斜面间的摩擦系数未定值 设第一次滑下时 斜面的斜角位 小于45度 滑行路程为2L 第二次滑下时 斜角为2 形成为L 则第一次滑下的莫速V 与二次滑下的莫速V相比 其关系是位 A V V B V V C V等于V D V V和这较大并不一定 要看摩擦系数大小而定 E V V和这较大并不一定 要看要长短而定 2 71日大 在火车的启动及停止时 使整列火车加速或减速的净力 是靠那种力 A 无论加速或减速 都是靠铁轨上的摩擦力 B 加速是靠火车头对车厢的拉力 减速是靠铁轨上的摩擦力 C 加速是靠铁轨上的摩擦力 减速是靠火车头对车厢的阻挡力 D 加速是靠火车头对车厢的拉力 减速是靠火车头对车厢的阻挡力 3 70日大 在加速度与力及质量间的关系 实验中 若所测得力与加速度之关系如图 则此直线不通过圆点之最可能的原因 A 桌面有摩擦力 B 桌面稍有凹凸不平 C 桌面不水平 D 所用滑车太重4 有一梯子长4公尺 重心在其中点 经将其斜靠在一光滑之墙 而地面为粗糙者 当踢脚与墙角之距离恰超过两公尺时 踢即滑动 则踢脚与地面之近摩擦系数 A B C D 5 质量为两公斤之电动车 由静止启动因停电而滑行停止 在此期间其VT图如右 则和地面的摩擦系数 G等于10M斜线S平方 A 0.05 B 0.1 C 0.04 D 0.26 如图 向左加速度行驶之火车上 固定一斜角之斜面 有移物体静止于斜面上 火车加速度若小于某一值 物体就会下滑 设物体与斜面间之近摩擦系数位 则大小位 A G B G C G D G7 81北模 关于摩擦力之性质何者不正确 复选题 A 动摩擦力B小于近摩擦力 B 摩擦力可能与运动方向相同 C 摩擦力不可能使物体做增加速度运动 D 有摩擦力必有正向力 而有正向力未必有摩擦力 E 物在斜角之斜面等速上滑时 可得动摩擦系数为8 如图 一条均匀之绳子长 当在斜面上时 恰将下滑 则绳子与斜面之近摩擦系数位 A B C D E 9 蚂蚁在半径而知腕臂岩壁上爬 若蚂蚁与腕臂间之近摩擦系数位 则此蚂蚁可爬身距碗底之最大牵直高度为何 A B C D E 10 经有一黑板板擦中2NT 而以10NT之水平力压向黑板 现若板擦与黑板间摩擦系数位0.2 问至少需施多大之向上力 才可使黑板擦向上移动 A 10 B 8 C 6 D 4 E 2NT指十五 1 D 2 A 3 C 4 B 5 A 6 B 7 A C E 8 E 9 D 10 D E 如图 木块A等于1kgw 木块B等于2kgw以弹力常数30N斜线M之弹簧连接 至于一光滑鞋面上以力F等于27N年斜线M 面向上拉枝则弹簧的伸长量为 A 30 B 20 C 45 D 60cm2图中 质量不同的木块仅靠着放在平滑桌面上 自左 右是溢水平力F1等于100N向右F2等于25N向左 不计摩擦力则比所受的净力 A 25 B 35 C 45 D 55NT3 84页大 6个相同木块 每个质量1kg 置放在平滑的水平桌面上 1kgw的横力F水平的作用在第一块木块上 其方向如图 则 1 每一块木块所受合力的量值 A F斜线3 B F斜线6 C F斜线8 D F斜线12 2 第四块木块作用在第五块的力是多少 A F斜线3 B F斜线6 C F斜线8 D F斜线12 4 80页大 一绳质量为M 连于质量M的木块 木块置于光滑水平桌面上 摄某人以量值为F之力 水平拉着绳子 而木块加速度为A 则木块施于神的力之量值为 A M G B M 加M G C F 或M F 或M 加M A5 86日大 甲 E 并三物体质量均为M 并排置于异水平桌面上 并以异水平力F施于甲物体 如图所示 设甲 并两物体与桌面之摩擦可忽略 而以物体与桌面之近摩擦系数为0.7 动摩擦系数为0.6 则下列叙述何者为正确 G位重力加速度 复选题 A 当F等于0.5Mg时 甲物体施于以物体之力为0.5Mg B 当F等于0.5Mg时 以物体施于丙物体之力为0.5Mg C 当F等于3Mg时 三物体之加速度均匀为0 8公克 D 当F等于3Mg时 甲物体施于以物体之力为2.2Mg E 当F等于3Mg时 以物体施于丙物体之力为0.8Mg6 84日大 二物体质量分别M M 以弹力长数分别为K K K的三条弹簧联系起来 如图所示 不考虑重力及摩擦力的情形下 摄M M物体偏离其平衡点之位移分别为X及X 摄像又位移时X位正 则M所受净力 A K A X X K X B K X X C K X X D K X K X X 7 86北连 在水平桌面上三个物体 A B 系叠放在一起 在B物体上施以水平拉力F 则A B C三者共同以速V在桌面上等速度滑动 如图 则在等速度滑动过程中复选题 A 物体比作用于物体A的摩擦力大小为0 B 物体比作用于物体C的摩擦力大小为F C 物体比作用于物体A的摩擦力大小为F D 物体比作用于物体C的摩擦力大小为0指161A2B3EB2A4C5ACD16A7AB1如图 单摆摆锤质量为M 在A点以另一系绳水平细柱 摆锤并固定于锡点 此时摆线与签直线夹角 摆线张力为T1 线上张力为T3 若分锁线后 摆锤摆至B点 摆线张力为T2 摆至最低点O点10 摆线张力为T4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T2等于Mkos B T4等于Mg C T1等于T2 D 在B点摆锤沉净力平衡 E T3随夹角的增大而变越大而 如图所示 有一个以中心位转轴的喇叭型圆筒 其筒B上有一个物体A 而在聚轴心位M处随同等角速度转动 且A与B的近摩擦系数为0.5 若与A既不上滑亦不下滑 则同的角速率最小因为 A 5 B 7 C 9 D 11 Erad斜线S3 有意车子坐取滤半径为100公尺之弯路的圆周运动 悬吊在车厢天花板上的单摆 摆线向外摆45度 则车子的速率约为若干 A 27 B 31 C 34 D 38M斜线S 追动摆 如图 为一直亮M的小球细于轻绳的下端 绳的上端固定 小球以等速率做水平圆周运动 轻神在空中扫转一圆锥面 若以之神常为 神和牵直方向加脚位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神上张力为Msec B 小球运转的轨道半径为Syn C 小球的轨道速率为 D 小球的切线加速度大小为Kin E 小球运转周期为5 85倍连 如图所示 水平散面的鱼水以其中央位旋转轴 其中等于 等于R 若两滴相同其量水珠分别位于A B两处随着散旋转 则A B 的复选题 A 周期相同 B 速度大小比为1冒号2 C 加速度大小比为1冒号2 D A所受的外力较比位大 E 角动量相同6 87倍连 如图M M在同一水平面做追动摆 即M 绕同一千垂线在同一水平面做等速率圆周运动 M 的旋转半径R M 的旋转半径R 下列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M 周期相等 B M 周期为M周期的一半 C M M 速率相等 D M M 向心加速度相等 E M M 角速率相等7 81倍连 有长度10公分的弹簧 当挂1公斤物体达平衡时伸长2公分 经将此装置放在光滑水平桌面上 固定一端 而使物体在桌面上以每秒2转座等速率圆周运动 则此时弹簧的伸长量为 G 等于10M斜线S平方 A 2.8 B 4.7 C 6.3 D 0.8 E 8.6CM 8 68日大 假设与伞支伞面完全水平 旋转时其上水滴会产生运动 选出下列正确的叙述 复选题 A 留在伞面上支水滴受一项心力 B 边缘水滴较中央水滴所受之项心力未大 C 水滴离开散源之一刹那 方向沿散源窃线方向 D 水滴离开后轨迹唯一泡物线 E 雨伞转得越快 水滴落地所需时间越长久 当设计弯道之路面时 需考虑路面的倾斜脚因未若干才适当 而此倾斜脚因与下列何者有关 复选题 A 弯道的道路半径 B 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C 车轮与路面摩擦系数 D 车辆的速率 E 车辆的重量时 有一物体其微质量M 左半径位R 周其位T之等速率圆周运动 而当其旋转周时 下列有关物体之叙述和折针 复选题 A 任意瞬间之速率为 B 平均加速度大小位 C 速度变化量之大小位 D 任意瞬间之向心加速度量值为 A 1 任意瞬间之切线加速度量值为止 17 1 A 1 2 B 3 B 4 A B 1 5 A B C 6 B C 7 B 8 A B C D 9 A B D 10 A D 1 88 北连 一系绳长两公尺 绳的断裂耐度为0.9 kg W 若把绳的一端固定 另一端细质量0.5公斤的球 拉到水平再释放 则球下降到绳与牵直加角度时 绳子就会断裂 A 37 度 B 53 度 C 45 度 D 60 度 2 小汤开飞机坐牵直面圆周运动 在最高点时小汤觉得失重 若圆的半径位2 则最高的速率位 A B C D 3 有一神掉一球恰能支持 现在要使球坐牵直面圆周运动 神之直径需便为多少倍才能支持 A 1.5 B C 2.2 D 1 倍4 84北连 小球在光滑的固定半球槽内的顶端边缘静止滑下 如图小球滑到最底端瞬间 槽底对小球的正向力为小球重力的几倍 A 2 B 3 C 4 D 5倍5 日大设议指点自一光滑支援球面顶由静止滑下 则此指点离开球面时 指点原心连线与签直线之夹角为复选题 A 60度 夹角大于45度 B 与重力加速度有关 C 与球面半径有关 D 与指点的质量无关6 88日大 100长卫尔的单摆悬于墙上偶点 在尤点的正下方距离H2 H2 有益水平细干 细杆垂直进入墙面 轻拉摆垂至摆线成水平后放开 如图所示 若要摆垂在细杆挡住摆线后 仍能绕细杆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则H斜线而的最小比例因为 A B C D E 7 80日大 以光滑圆轨道半径位而 轨道平面与水平面垂直 一指点受重力及轨道正向力的作用 在轨道上运动时 其最大速率是最小速率的背 射重力加速度为G 则此指点的最小速率是 A B C D E 8 71日大 一指量为M之指点负在 一指量可略知肠感异端 该肠感能以其另一端位轴 在一锤直上无摩擦的自由旋转 若肠感最初静止于 千锤直线成60度之位置 如图 则放下后指点落到最低点时 肠感之张力为何 A 1毫克 B 2毫克 C 3毫克 D 4毫克 E 5毫克9 77日大 以物体沿液圆弧轨道自上端 以等速率下滑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物体与轨道间的摩擦力量值不变 B 物体所受的合力为0 C 因等速率下滑 故物体动量守恒 D 物体所受的合力量值不变 但方向改变 E 物体的水平速度不变时 一只燕子在半径位90公尺之千值圆周内飞行 经最高点时 其状态未无重量之状态 则燕子之速率应为多少 A 25 B 30 C 35 D 40M斜线S指181 B 2 A 3 1 4 B 5 A D 6 B 7 C 8 D 9 D 10 B 1 88 一只点做简谱运动 位置 时间的关系位 X T 等于时心 X CM T SEC 则此指点 复选题 A T 等于零时 指点的位置距平衡点5公分 B 振动的周期为10 SEC C 振动的最大速率为2 CM斜线S D 振幅为10公分 E 指点距平衡点6公分时的速率 为 CM斜线S2.1弹簧阵子做SHM 经改变下列和指会改变其周期 复选题 A 质量M B 振幅R C 弹力长数K3 关于减斜运动 下列叙述中何者为错 A 加速度方向 横指向指点平衡位置 B 加进度方向与速度方向 有时相同 有时相反 C 从任以侧面看等圆周运动 可看到一点在直线上往复运动 D 做减斜运动的物体向平衡位置运动时 加速度越来越小 速度E越来越慢 E 摆脚甚小的单摆运动 可视为减斜通动4.1物体做减斜运动 SHM 其位置与时间的关系为X T 等于2 COS 2T加 则下列叙运动和正确 X CM T SEC 复选题 A 磁剪斜运动的周期为2秒 B 两秒末物体的位置在正1公尺处 C 两秒末物体的速度为M斜线S D 物体最大加速度的量值为M斜线S平方 E 若物体的其量为1公尺 则受力为牛顿5 87北连 以物体质量为12kg 在光滑地面上与弹力长数为3NT斜线M的弹簧连接如图 以手拉物体 使之距平衡点0.5公尺处静止释放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振幅为0.5公尺 B 物体振动之周期为2秒 C 最大之加速度为0.25M斜线S平方 D 于振动过程中 物体可达之最大速度为1M斜线S 1 当物体自释放至距平衡点1半振幅时之时间 间隔为秒6.1质量为M的物体 静置于光滑桌面上 与两粒长数为K1 K2的弹簧连接 如图1 即如图2 所示 当物体沿弹簧方向以一段距离后释放 其振动的周期分别为何 复选题 A 图1 位 B 图2 位 C 图2 位 D 图1 位 7 有一长方体木块浮于比重位的异面 其比重位S 截面积位A 高H 且沉入异中之高度位 当施力压下若干距离后放手 则木块所做上下振动的周期为何 复选题 A B C D E 图1 位 A B C D E 图1 位 有一种均值一体装于预行管内 以活塞在一边暂时压下一体 移去活塞后 各边一面开始震荡 若移住全肠位L 请问震荡之周期为何 A B C D E 9 八十五页大 以一条理想弹簧悬挂一小球做上 下振动 其周期位 将八条与上述相同的弹簧 每二条串连乘四长条再并连之 下旋八个与上述相同的小球做上下振动 若其周期位 则等于 A B C 2 D E 四十有一个圆柱木块 其密度 截面积A 高H 浮在密度位 0 之容易中 若在木块之上方施一个向下的力 使其下沉少许 然后放手刃其自由振动 若不计摩擦极面之升降 请问振动之周期为何 A B C D 指十九一 B C D 2 A C 3 D 4 B C D 5 A E 6 A B 7 C E 8 D 9 C 10 C E 80日大 如图所示 在水平地面上有一滑车 其质量为 M 滑车上有一弧形轨道 而高度为 H 轨道底端成水平 有一质量为 M 的物体 从轨道顶端沿着轨道自由下滑 射摩擦力均不济 则当物体 M 滑离轨道之瞬间 滑车的速度量值为若干 A B C D 2 68日大 设有两块密度均匀的磁铁 置于无摩擦枝桌面 如图所示 假定其质量分别为 M 几两公尺 则当二磁铁相吸引碰一起时 其碰撞点离开油点的距离为 A A D B 2 D C 4D 斜线3 D 5D 斜线3 E 3D 斜线2 3 68日大 有一重250 kg 长6公尺之头尾相称 密度均匀之船只静止于水中 当重量为 50 kg 的人由头走到船尾 则此时间船身移动多少距离 A 1 B 1.2 C 1.5 D 2 E 3 M 4 71日大 与光滑斜面上至一轻角 质量为 M 的斜面体 另一质量为 M 的质点自斜面体上高度 A 处滑下 在此质点滑下的时间内 斜面体移动之位移为 A B C D E 5 83 北莲 质量 M 半径儿的球放在同质量 内半径为二儿的球壳内 整个组合至于水平光滑桌面上如图所示 后球被释放并在壳内来回滚动 最后止于底部 则球可位移多少 A 2 斜线 4 B 2 斜线 3 C 2 斜线 2 D 2 斜线 3 6 叶大 以炮弹源为静止 呼爆为三块 水平射出 其质量个位 速度大小个位 夹角个位 则等于 A B C D 7 70 日大 以炸弹自600公尺之高空自由落下 于中途爆裂成两个等重的破片 在垂直线上分上 下散开 如空气的阻力可以不济 炸弹下落后10秒时有一破片击中地面 则此时另一破片击地面之高度位 A 110 B 220 C 280 D 490 E 0N8 有意竹阀质量以20kg 长10公尺 于竹阀的两端点上 占了质量分别为60kg及20kg的甲 以两人 限两人交换位置 若不济水的阻力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甲定原先全体呈静止不动 复选题 A 3者执行横静止 B 甲相对于船的速度位 加1M斜线S 以相对于船的速度位 3M斜线S时 船恰静止不动 C 甲或已在船上移动 或同时在船上移动时 甲 以及船三者的动量和横为0 D 两人交换好位置后 船移动的距离与两人运动方式无关 E 乘 D 船移动的距离为2公尺9 鱼缸内有一只乌龟 整个置于鱼一磅称上 而乌龟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负选题 A 若乌龟以等速度V向上游 则磅称的毒数减小 B 若乌龟以等速度V向下游 则磅称的毒数增加 C 若乌龟以加速度A向上游 则磅称的毒数增加 D 若乌龟以加速度为向下游 则磅称的毒数减小 E 不管乌龟如何运动 整个系统的直星皆禁止不动时 发射一炮弹 其运动方式为字地表上斜向发射而于途中爆裂 则下列叙述何者为不正确 射所有碎片均未着地 负选题 A 爆炸后直星加速度受爆炸力之影响而改变 B 爆炸后直星人坐等速度运动 C 爆炸后直星动粮痕未不变 D 爆炸后直星轨迹与未爆炸 假定 相同 E 爆炸后所有碎片必同时着地址 21 B 2 D 3 A 4 E 5 C 6 D 7 B 8 全9 C D 10 A C E 1 87北连 物体以阳焦等于53度出速V0等于50M斜线S做鞋抛 不计空气阻力 物体达最高点时爆裂成值量比为1冒号1的两块 其中一块以45M斜线S之速迁直向下运动 若重力加速度G等于10M斜线S2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负选题 A 爆炸后物体直星的加速度应受爆炸之力作用而发生改变 B 爆炸后的瞬间另一块的速度大小为75M斜线S C 爆炸前后瞬间物体直星的动量不变 且力学能守恒 D 在碎片未着地前 直星横坐等加速度运动 E 两碎片折的的时间差为9秒2 子弹质量M 以某速率水平摄入质量M之沙袋内 如右图所示 子弹摄入后 M与M系统做减斜运动 正伏R M与M系统摆动过程中最大速率为何 A B C D 3 67日大 A B两人各着冰刀 面对面静止站在冰上 今A把手中篮球抛传给B接住 射两人速度各为M及M 篮球的质量为M 而篮球传出时的水平速度为V 则当篮球传过之后 A B两人相对速度的大小为 A B C D 1 4 78日大 A B两小球质量均为M 射A球以V之初速与静止之B球做非正向之弹性碰撞 碰撞后为球运动方向与原入射方向加角正30度 则B球碰撞后射出之方向与原入射方向之加角位 速率为 以V表示 A 正60度 B 正30度 C 正45度 D 正30度 5 73日大 以垂直下落的炮弹 在空中爆裂为质量相等的两碎片 如不计空气阻力 则复选题 A 这两碎片的运动轨迹是在同一平面内的两炮物线 B 这两碎片的质量中心的运动轨迹为一直线 C 地面位水平 则两碎片同时着地 D 刚爆炸时 两碎片的动能和与刚爆炸前炮弹之动能相同 E 两碎片的水平动量合为06 88推幀 下列叙述中那些比较适合作为动量守恒定律的例证 复选题 A 自高度处落下的石头 在高度H处的速度V符合公式 G为重力加速度 B 不枪射击时 在子弹向前射出后 枪声会后退 C 将烧热的铁块放入冷水中 铁块温度降低时 水的温度会升高 D 行径中的车子因刹车而禁止后 其刹车装置会发热 E 延翼直线以相同速率运动的轻 重量球 若碰撞后粘在一起 则此年合体必严重球原来的运动方向前进 7 89北模 光滑平面上移禁止物体突然爆炸为3块A B 及C 其中2块A B 质量为3.0千克与5.0千克 分别以4.0米斜线秒与3.2米斜线秒之速度 延护沉直角之方向飞开 第三块C之飞开速度为10米斜线秒时 其质量 以千克表示 位A 0.50 B 1.0 C 2.0 D 4.0 E 8.0 kg 日大 地面上有A B 两物体在运动 两者质量均为2千克 A 以30米斜线秒向东 B 以20米斜线秒向西坐等速运动 今有一火车以20米斜线秒之等速向东前进 则由火车上之乘客所辆得的A与B之动量和位 A 10 kg斜线S向东 B 20 kg斜线S向东 C 30 kg斜线S向西 D 60 kg斜线S向西 E 100 kg斜线S向西 9 77日大 自水平地面坐鞋抛运动之物体 在最高点时之动量量值恰为抛出时的 此时突然分裂为质量相等的两块 其中一块以初速为0落下 则此裂块落地时的动量量值 与原抛出时物体动量量值之比值位 A B C D E E 10 在光滑水平面上置一质量6公斤的木块 现有一质量30公克速率500公尺斜线秒的子弹水平 射入木块 当子弹由另一端穿出时 速率便为100公尺斜线秒 射木块质量不变 则子弹穿出时木块之速率为 A 1.0 B 2.0 C 0.8 D E 6M斜线S指21E B D 1 2 A 3 B 4 A A 5 A B E 6 B E 7 C 8 D 9 A 10 B E 现以一质量M等于200公克的小球 以V0等于8M斜线S的速度 沿与地面法线成等于30度角的方向 射向光滑地面 然后沿与地面法线成等于60度角的方向弹起 射碰撞时间T等于0.01秒 G等于9.8M斜线S2 则小球对地面的平均充力量值为 A 68 B 184.75 C 98 D 196 NT2 85倍连 以物体质量为M 以V支等绿绕半径而支援周运动 则在绕周期间内 向心力对该物体所施之充量量值为 A 1斜线RMV B M V C 3斜线RMV D 2M V 3 85倍连 质量4公斤之物体沿一直线受益方向一定的便利作用 其速度自10M斜线S增至18M斜线S 其作用自4NT均匀增至12NT 由此之力对物体作用的时间位 A 4 B 3 C 2 D 5秒4 86倍连 移动大楼的玻璃窗受到强风的冲击 若风速加倍则玻璃窗所受的作用力将变为原来的 A 2 B 4 C 3 D 6倍5 83帧式 钢球1公斤铝球0.2公斤 两球发正向相撞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铝球受到撞击力的量值是钢球的5倍 B 铝球动量改变量的量值是钢球的5倍 C 铝球速度改变量的量值是钢球的5倍 D 铝球动能改变量的量值是钢球的5倍6 有益水管齐粗细一致 且内有水均匀的流动 而油比每秒流出2.0公斤 水管节面积2.0 再转弯处水失于水管之合力为何? A 40N 朝左下箭头 B 40N 朝右上箭头 C 朝左下箭头 D 朝右上箭头 E 20N 朝右上箭头 7 71日大 射于地球上有一垂直向上发射之火箭 其质量为2600千克 每秒钟能呛100千克之燃料燃为气体 以240米斜线秒对火箭之相对速度喷出 则火箭于开始发射后多久时间能开始离开地面升起 A 1 B 1-2 C 2-3 D 3-4 E 4-5秒8 70 至日大 射杀力禁止于甲 以二沙漏之底部 将此二沙漏分别置于天平两边之称盘上 天平保持水平 今将杀漏以反转人置于同一称盘上 则在以沙漏内沙力下落之期间中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沙漏甲较重 B 沙漏已较重 C 两沙漏一样重 D 有时沙漏甲重有时沙漏已重9 79日大 以物体以初始动量P水平面上滑行 应受到大小固定的摩擦力F之作用而逐渐减速 历经时间T后 物体完全停止 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由P F及T可求出物体之质量 B 由P F及T可求出物体之初速度 C T与F无关 D T与P无关 E T与P乘振比时 73页大 物体的动量变化之方向与下列何者相同 复选题 A 受力之方向 B 速度变化之方向 C 加速度之方向 D 充量方向 1 位移之方向指22 E B 2 B 3 A 4 B 5 C 6 D 7 B 8 C 9 E 10 A B C D 1 84北连 某行星绕日旋转的椭圆轨道 近日距与远日距之比为1冒号2 则卫星在近日点与远日点处之复选题 A 速率比为2冒号1 B 角动量大小比为1冒号1 C 向星加速度大小为8冒号1 D 加速度大小比为4冒号1 E 动能比为2冒号12 88北连 要统一星球中心做圆周运动的二颗卫星之周期 比为27冒号1 则 复选题 A 轨道半径比为3冒号1 B 速率比为1冒号3 C 向星加速度之大小比为1冒号81 D 向星力之大小比为1冒号9 E 面积速率比为3冒号13 82三砖 以卫星绕一行星转动 其周期为T 轨道半径为该行星之两倍 则在此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为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之若干倍 A B C D 4 79日大 以人造卫星以椭圆轨道绕地球运行 设A B 分别为卫星距地球最远及最近的位置 如图 若忽略其他星体的影响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卫星在A处的动能最小 在B处的动能最大 B 若 KA KB各表示卫星在A B处的动能 R 而各表地球直星至A B处的距离 则K斜线K等于R斜线R C 若卫星在A B处的角动量之量值各为L L 则L等于L D 卫星在轨道上任何位置的动量之量直接相等 1 在同一轨道上卫星绕地球的周期随卫星质量的增加而增长5 金色的球轨道半径位R 某行星的轨道半径R 且R 因在白昼不能观察任何恒星或行星 若自地球看该行星 最早可看见之时刻未日出前4小时 最晚可看见之时刻是日落后4小时 则R 而知彼值为何? A E B C D E 2 6 某行星绕太阳之轨道为椭圆 其近日聚未长轴之 则近日点之速率为远日点之几倍 A B C D E 被其下列叙述那些可由克普勒第二定律推之而得 A 北半球夏天骤长夜短冬天骤短夜长 B 地球绕日做等速椭圆轨道运动 C 各行星运转周期与轨道半径平方成正比 D 火星以椭圆形轨道绕行太阳 E 金星在远日点的公转速率 因小于在近日点的公转速度 8 75日大 地球与太阳之平均距离为一个天文单位 已知哈雷彗星约76年回归一次 哈雷彗星与太阳之最近距离为0.6天文单位 该所有行星对哈雷彗星的影响均可略去不计 则可推算与太阳之最远距离与下列哪一距离最为接近 A 17.6 B 35.2 C 70.4 D 140.8 哈雷彗星约9 金色地球半径位R 以太空船以半径为32的圆轨道环绕地球运转 其周期位T 现太空船域返回地球 可在其轨道上某点A将速率降低至某适当数值 然后使太空船沿着以地星位焦点的椭圆轨道运行 此椭圆轨道与地表相切于B点 如图 则太空船由A致必须耗时 A B C D E 10 假设有一航星环绕太阳 其周期位地球绕太阳的背 且行星及地球轨道皆位远行 则一天中我们所能见到此行星的最晚及最早时刻为何? 设地球位正远行 早上六时太阳上山 傍晚六时太阳下山 A 最晚在晚上六点 最早在清晨六点 B 最晚在晚上七点 最早在清晨五点 C 最晚在晚上八点 最早在清晨四点 D 最晚在晚上九点 最早在清晨三点 E 最晚在晚上十点 最早在清晨三点 A B D 2 B C E 3 D 4 A C 5 C 6 E 7 E 8 B 9 B 10 C E 86 A A 比二星球半径 比二冒号三 密度比三冒号四 则同一物体在二星球上的重量比为 A 八冒号九 B 移冒号三 C 移冒号二 D 二冒号三二 某卫星绕地球做圆周运动 之周期为T 轨道半径 R 则复选题 A 地球质量为 B 卫星轨道之重力场强度为 C 地球的密度为 D 卫星运行速率为 E 若地球之半径 为而则的表重力场强度为 3 85页大 假设万有引力与两物体间之距离三次方程反比 射地球质量为M 引力常数为G 则质量M的人造卫星在距地星位而处坐等速率圆形轨道运转时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卫星所受之地球引力位 B 卫星的运转速率位 C 卫星的运转周期位 D 卫星处之向星加速度为4.2 B 卫星的运转量比为2.1 之双星在外太空中互绕其直星运转 则两者复选题 A 角速度量值比为1.1 B 向星加速度量值比为1.2 C 动能之比为2.1 D 面积速率之比为1.2 E 角动量量值之比为2.1 85页大 假设万有引力细于两物体间之距离三立方程反比 射地球质量为M 引力常数为G 则质量M的人造卫星在距地星位而处坐等速率原型轨道运转时 下列叙述有哪些是正确的 复选题 A 卫星处所受之地球引力位 B 卫星的运转速率位 C 卫星的运转周期位 D 卫星处之向星加速度为6.71日大 假设万有引力细于两物体间距离三立方程反比 如以R T 分别代表行星绕日做周期运动之轨道半径及周期 则下列各种比值中何者对所有行星而言皆相同 A B C D E 7 行星会绕太阳座头原轨道运转 适应太阳对行星的引力 而行星在轨道上受到的加速度位 A 只有法线加速度 B 任何位置均有法线加速度 但有些位置切线加速度为0 C 只有切线加速度 D 任何位置均有切线加速度 但有些位置法线加速度为0 E 任何位置均有切线及法线加速度8 86推真 射地球未均匀的球体 又射地球保持现有的密度不变 而将半径缩小 则地球上之物体的重量便为原来几倍 A B C D 2 E 4 倍9 有意永远停留在地球赤道某处上空之人造卫星 以至万有引力常数为G 地球半径为R 其质量为M 又自转周期位T 则其距离地面的高度H为何 A B C D E 10 射地球半径为R 有意火箭自地面由禁止牵直发射 当其质量减位原来的时 重量为出发时的 则此时火箭的高度位 A 1 R B 2 R C 3 R D 4 R E 5 而指24 E C 2 A B 3 C D 4 A B 5 C D 6 D 7 B 8 C 9 A 10 D E A 62日大 某行星之质量为地球之五倍 其半径为地球之一半 且密度均匀 则在此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为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之若干倍 A 5 斜线4 B 5 斜线2 C 5 D 10 E 20 倍2 69日大 某星球其平均质量密度与地球相同 半径则为地球的两倍 在地球上重量为64公斤的人 到该星球时 其重量为多少 A 16 B 32 C 128 D 256 K G 3 现双星其相距地 质量分别为M及2M 则在双星的直星位置处重力长强度位 A B C D 4 现若将一浮体的系统装置全部由月球移至地表时 请问浮体露出水面的体积是否有变化 A 变位0 B 减少 C 不变 D 增加 1 不一定5 若天王星的半径为地球的二分之一 且质量为地球的一斜线12倍 则将100中级手表吸至火星上 其秒针运转的周期比值 手表 摆中 位 A B C D 6 在地球表面效正好一个弹簧称 G等于9.8M斜线SCC平方 则在距地表为三倍地球半径之上空 称出质量2公斤之物的重量因为 A 29.4 B 19.6 C 9 8 D 6.4 E 1.18 MT7 现有一部知名的星球其质量 约为地球之十倍且半径为地球之倍 若该星球及地球皆可视为密度均匀之球体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单摆在地表的周期比在星球表面长 B 密闭器内气体压力位在地表的四十倍 C 大炮在该星球可设置之最大高度位地表的四十倍 D 弹簧在地表做SHM的周期 与在星球表面做SHM周期相同 E 在地面上浮在水面之木块 拿到该星球后木块下沉部分位地表的四十倍 A 8 67日大 月球上的重力加速度为地球之六分之一 在月球上降同一物体用惯性天平 分析天平及弹簧秤所量得之质量读数 各位 惯性天平 分析天平 弹簧秤 则其比 位 A 6 6 6 1 B 1 6 1 C 6 1 1 1 D 1 1 6 1 1 以冒号 6 冒号 69 现有二指点相距位X 且质量为极 如与二者连结线上至一质量位M的指点 并使其受极的引力相同 若 则该指点距的距离应为多少 A B C D E 10 限之于地表某高度时 其重力加速度为地球表面上的97% 问其高度位若干 A 50 B 95 C 98 D 100 E 102 KM 指25 1 1 2 C 3 B 4 C 5 B 6 1 7 A D 8 A 9 D 10 C E 71日大 下列有关公的叙述 何者未正确 复选题 A 人造卫星绕地球一周 万有引力对卫星所作之功为零 B 手持重物 但手未运动 则手对重物所作之功为零 C 以手延粗糙表面推一重物以等速前进 则手对重物所作之功为零 D 单摆运动中 神之张力对摆锤所作之功为零 E 以带电粒子在均匀磁场中运动 则磁场对该带电粒子所作之功为零 2 76日大 下列何者作功为零 复选题 A 电子在均匀且不随时间变化的磁场中做圆周运动 电磁力对电子所作的功 B 火箭升空时 电力对火箭所作的功 C 千球抛出后 在飞行过程中 手对千球所作的功 D 在下坡道时 手用力推荫而车 手对车所作的功 E 千值挂物于弹簧下端 物体达平衡而静止以后 弹力对物体所作的功 70日大 A 以长度为L质量为M的均匀绳子 其五分之四长度置于 亦无摩擦力之水平桌面上 另外五分之一长度则掉挂于桌边下垂 A 如图 将此绳子全部拉回桌面上所需做的功位 A MGL B MGL斜线2 C MGL斜线10 D MGL斜线54 85北连 某物资净指分别沿光滑路径A B 细下滑至底部时 则复选题 A 加速度 B 速率表情符号无奈 C 时间表情符号无奈 D 顺时功率 E 重力所作之功表情符号 A MGL 86北连 以支某喷射机飞行时的空气阻力与其速率的平方程正比 当该飞机以600KM斜线HR水平等速飞行时 引擎的输出功率应增位 A 45万 B 48万 C 54万 D 66万KW6 90学科 一光滑斜面和水平乘30度 经有质量1公斤的物体 由静止开始 沿着斜面下滑2公尺的距离 则就整个运动过程而言 下列有关工的叙述 何者错误 A 重力垂直于斜面的分力 总共做了9.8J的工 B 重力平行于斜面的分力 总共做了9.8J的工 C 重力总共做了9.8J的工 D 斜面施于物体的正向力 总共做了0J的工期 87学科 某人将质量为2公斤的手提箱 由地面等速提至高度为0.5公尺后 沿水平面缓慢行走10公尺 射行走时手提箱维持在离的0.5公尺的高度 则此人对手提箱总共做了多少交耳的工 A 0 B 1 C 9.8 D 196 E 205.8J8 88北连 重W 每一边长未央的木块置于水中 其体积沉入水中 欲把木块完全没入水中 外力至少需做工 A B C D 9.87北模 假设一船在水中等速航行时 所受之阻力与速率成正比 若欲使船速加倍而做等速度航行 则所需功率必为原有之若干倍 A 1 B 2 C 4 D 16 E 64 倍时 76三砖 以均匀圆柱形木棒 垂直浮于水中 进入水中的部分为原体积一半 若水的密度为 木棒长为L 结面积为A 以垂直向下的力 将木棒缓慢压制恰好完全进入水中 则所作之工位 A B C D E 指26 E A B D 1 2 A C E 3 D A 4 B D E 5 C 6 A 7 C 8 B 9 C 10 B E 76日大 一指量为M之物体的动能牵直向上抛射 若重力加速度的量值为G 则正确的叙述位 不计空气阻力 复选题 A 物体可上升的最大距离V2斜线2G B 当物体达最高点的瞬间 物体受力为0 C 物体下降回圆抛点时 其速度量值为V D 物体的动量在运动过程中不变 符合动量守恒定律 E 物体的总力学能 或称总极限能 在运动过程中不变2 67日大 射单摆之最大白角位 0斜线2 则当白角位时 绳子的张力位 A M G B M G G G C M G D 3 M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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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做工为0,1,质量M之总力学能手横4,88北连,如图所系,以均匀木杆,常围,从图示位置由静止盐光滑面ABD滑动 以知识半径为而的圆弧,BD为水平线,则当木杆至上的速度大小位 A,B,C,D,E,5,如图所示,有指点其质量为0.2公斤的以4M斜线S的速度沿平台做等速度运动 当通过平台末端,再沿半径2公尺之区道滑行 设平台离的高度为2公尺,不计一切摩擦,且值一等于10M斜线S平方 则,复选题A,指点通过区道末端之细点时,速率为6M斜线S B,指点离开区道后,离的最大高度为1.8公尺 C,指点通过区道末端之细点时,速率为4M斜线S D,指点离开区道后,离的最大高度为2.8公尺6 88推幀,下列叙述中那些比较适合作为能量守恒定律的例证 复选题A,自高度处落下的石头 在高度A处的速度V符合公式,G为重力加速度 B,步枪射击时,在子弹向前射出后,枪声会后退 C,将烧热的铁块放入冷水中,铁块温度降低时,水的温度会升高 D,行径中的车子因刹车而禁止后,其刹车装置会发热 E,延翼直线以相同速率运动的轻,重量球,若碰撞后粘在一起 则此年合体必严重球原来的运动方向前进7 北模,将以物体自地面以14.7米斜线秒之初速 60度的阳角斜向抛出 若物体只受重力作用 则当物体之速度于水平乘30度角时 物体距地面之高度为多少公尺 A,7.35,B,14.7,C,21.05,D,29.4,E,4.90N8.1 不会伸长的绳子,其总长度L,且有质量,置于水平光滑桌面上 以手按住,使长度的一段下垂如图 当松手使绳滑下,则绳完全通过桌圆的瞬间,其速率为 A,B,C,D,9,69日大,某人由A乘坐无动力的小滑车寻轨道滑下去 希望能够紧贴着如图的轨道完成圆圈内的打转而不脱离 假定摩擦可以忽略,圆圈的半径位2,则A点至少要比B点高出多少才行 A,B,R,C,D,2,R,E,010 现有一串香蕉玄鱼一理想弹簧下,可使其伸长10公分 经将此弹簧翼端固定于水平面上 而香蕉细于另一端,当弹簧缩30公分时释放 设香蕉与桌面间之摩擦细数为0.5 则弹簧可叫圆长伸长 A,35,B,25,C,20,D,15,E,10,C,M,值27,E,A,C,E,2,D,3,C,D,4,A,5,A,D,6,A,C,D,7,A,8,C,9,A,10,C,E,90日大 以质量为M之指点,细在长度位,质量可略去的细绳之一端 绳之另一端以钉子固定在墙上,使质点在签锤面上做圆周运动 设在圆周底端时指点之速率为V,则下列叙述何者为正确 复选题 A,在圆周底端时,指点对钉子的角动量为MV B,在圆周底端时,绳子张立位 A,在圆周顶端时,指点之速率为D,当细神水平时,指点之动能为E,当细神水平时,指点之角速度为2 87北连,如图所示,平滑轨道之右端弯成半径位而之半圆 以质量为M之小球,自高度H处释放而沿轨道下滑 若恰在轨道之P点处脱离轨道,则H位 A,3斜线2R,B,7斜线4R,C,2R,D,9斜线4R,E,323,85北连 以求由A点延光滑轨道自由下滑 若A与轨道最高B点在相同高度,则小球滑至C点时将离开轨道 此时A,C的高度差为 A,2斜线2,B,2斜线3,C,2斜线4,D,2斜线54,有一轻细磅长度位,且质量可忽略的,在细磅下端系重量为W的物体而以磅的上端位转轴,做前直面圆周运动 几支物体的最大动能为2.2W,则物体运动至最高位置时的动能位 A,0.2W,B,0.3W,C,0.4W,D,0.5W5,80日大,易光滑圆轨道半径位2,轨道平面与水平面垂直 一直点受重力及轨道正向力的作用,在轨道上运动时,其最大速率是最小速率的背 设重力加速度位G,则此直点的最小速率是A,B,C,D,E,6,82页大,如图,以物体以初速延翼水平直线运动,在延半圆ABC升至C点后弱于O点 设半圆的半径位R,则距离等于 A,B,C,D,E,7,86北模,图中两小球质量皆为M,以不计质量之轻磅连起来长二,可绕自由旋转 有水平位置自禁止释放,球达最低点时,比之速率 A,B,C,D,E,8.1小木块其质量为M,延无摩擦的圆圈轨道滑行,如图 当木块在P由静止启动,球在Q处作用于木块之力F为何? A,B,C,D,E,9,79三砖,有一细线长,一端固定于天花板上 另一端细异质量M的小钢珠,将此钢珠置于羽纤垂线乘53度的位置后突然松手,如图所示 当白线羽纤垂线乘37度时,此细线断裂且钢珠沿路径窃线方向飞出 若以向右为阵X轴,向上为阵Y轴,则此时钢珠的速度为 A,B,C,D,指28E,A,C,E,2,B,3,B,4,A,5,E,6,C,7,C,8,D,9,A,E 90日大,是有两相距甚远之恒星A与B,其平均密度比为 等于1冒号2,质量比为M,M等于4冒号1 如果两恒星旁各有一质量同位M的小行星分别以圆轨道绕A与B运动 假设绕行的轨道半径相同,则A,此恒星表面之重力加速度比 等于2冒号1,B,两航星之周期比等于1冒号1,C,两恒星系统之位能比 等于4冒号1,D,两航星之动能比等于4冒号1,2,87北连 中华卫星一号绕地球坐近四圆形轨道运转 轨道半径而时的动能位 若该卫星增加能量1分之1,则其轨道半径将变位多少? A,1分之1R,B,1分之1R,C,三斜线2R,D,2R,E,323 太空中有三颗质量均为M的星球 各位于边长卫尔的正三角形的顶点 绕着直星转动,则此系统的总力学能位 A,B,C,D,4,87北连 质量M的人造卫星,正以等速率在地球赤道上空绕地轴旋转 轨道半径R,角动量L,则此卫星复选题 A,动能,B,重力位能,C,速率,D,总能,E,周期五,73日大 以人造卫星环绕地球做圆形轨道运行 如持续受到微小摩擦力的作用 它的什么量会渐渐减少 复选题 A,动能,B,重力位能,C,动能与重力位能的和 D,向星加速度的绝对值 E,它与地球的距离6,有质量个位M,2公尺,3公尺,4公尺之甲 E,并,丁四颗人造卫星绕地球之轨道半径位R,2R,3R,4R,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重力最大是甲 B,运行速率最大的是钉 C,周期四个皆相同 D,重力位能最大的是钉 E,动能最大的是甲 7,有益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转 其具有动能 当其受阻力而时总能量损失后时 卫星会有何改变复选题 A,动能加倍 B,加速度量值减半 C,周期加倍 D,速率减半 E,轨道半径减半八 八十九北模 以卫星巨动能一再离的面而触绕地球转动 二位地球半径 若定义卫星在的表处的重力位能为零 则此时卫星的力学能位 A,E,B,2,E,C,E,D,2,E,E,3,E,9 地球上空有人造卫星在座等速率圆周运动 其切线速率为V 若另外供给能量 使其切线速率增加为原来的三倍 当卫星脱离地球引力场时 尚有速度值为 A,V,B,V,C,V,D,V,E,3,B指29,E,C,2,D,3,A,4,A,C,E,5,B,C,E,6,A,7,A,E,8,E,9,D,E 某卫星绕日运行的周期是27年 卫星距日的近日点是3A,U 假设卫星与远日点的动能位 则卫星自远日点运行至近日点的时间内 引力对其做工若干 A,21,B,22,C,23,D,24,E,25,E 地球绕太阳运行时 以椭圆轨道的方式 有关轨道上任一点之运动及能量变化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复选题 A,力学能守恒 B,线性动量守恒 C,面积速度一定 D,对椭圆中心角动量守恒 E,距椭圆中心等远格位置速率 必相等3,85倍连 设地球半径R 且密度均匀 而在地表的重力加速度位G 有一人造卫星绕地球做投缘运动 近日点距地星2R 远日点距地星6R 则近日点处的轨道速度量值为多少 A,B,C,D,E,4 有一卫星在近地点与远地点时 其与地星之距离比一冒号3 若卫星之最小轨道洞能位K 若一位位能临位面 则使此一卫星脱离地球引力之最小束缚能位 A,A,3K,B,5K,C,8K,D,9K,E,12K5 现已一质量位M的人造卫星 以远轨道绕地球运行 而卫星离地球中心之最近距离为2R 离的星最远距离为3R 设地球质量为M 半径位R 地表重力加速度大小位G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卫星在离的星最近和最远之动能比为3R B,卫星在离的星最近和最远之动能差为 C,卫星在离的星最近和最远之速度大小比为3R D,卫星在离的星最近和最远之角速度大小比为3R 地球表面外有1人造卫星以速率V绕行地球做等速圆周运动 当人造卫星欲脱离地球重力场的束缚时 则其速率应变位 A,V,B,C,V,D,2V7 原有已将物体M位于距地心处 现已已到距地心 则应需做工 设地球位均匀球体 质量为M 半径位R A,B,C,D,8 与外太空 有双星相距地 且质量分别为M和2公尺 受腕有引力而绕共同直星做圆周运动 则复选题 A,M和2公尺周期相同 B,M和2公尺之速率比为1冒号2 C,M和2公尺对直星之角动量相同 D,M的重能位 E,12者相距 至少需做工9 87北连 以太空人质量80公斤 以原星轨道绕行星运行 与行星表面的距离为12×107M 此距离恰为星的半径 以直星表面之重力加速度为20M斜线S平方 则复选题 A,此太空人所受星之引力与其登陆星时所受重力之比为1冒号4 B,太空人的动能为2.4×109J C,欲使太空人脱离轨道而非置距星级远之处 至少需在供给能量4.8×109J D,若此太空人已登陆星 欲脱离星之引力范围 至少需在功能量9.6×109J E,乘,D,其脱离速度与太空人在地球表面时之脱离速度相同时 89日大,以质量为M的小星球 在离太阳无穷远处的速率为V,未能为0 假设小星球不受太阳引力之影响 而沿直线运动,则与太阳的直星最近距离未必 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 小星球的轨道是一条以太阳为焦点的双曲线 设太阳质量为M 位置固定 小星球离太阳的直星最短距离为D D大于太阳之半径 重力常数为G 则下列有关小星球之叙述 何者为正确 复选题 A,对太阳直星的角动量之量值为MVB B,总力学能为 C,在离太阳最近处之加速度量值为 D,对太阳的最大速率为V E,指31,D,2,A,C,3,E,4,A,5,B,C,6,B,7,D,8,A,D,E,9,A,C,10,A,B,C,E,1,E,83 三北连 倾斜角的光滑斜面上有一弹力常数为K之轻弹簧 一端固定于斜面顶端 一端连接直量M之物体 平衡后 沿斜面湿力 将物体缓缓向上推 使其位移为 则湿力对此物体做工 A,B,C,D,E,加2 85北连 有一轻弹簧 弹力常数为K 水平放置 一端固定于墙 一端连接直量M的物体 则当物体离平衡点的位置 为正幅的二分之一时 复选题 A,周期 B,弹力未能 C,此时速度大小为最大值的二分之一 D,弹力未能占总力学能的四分之三 E,动能占总力学能的四分之三三 85日大 两相同大块 质量M等于M等于M 中间连以弹力常数为K的弹簧 质量不济 静置于光滑三水平面上 如图所示 假设左方木块 M,瞬间由系统外获得向右的速度V 是求随后整个木块与弹簧系统的卫星 再离的星最近和最远之角速度大小比为三 负选题 A,执行速度 B,执行速度 C,最大弹性未能 D,最大弹性未能4 70日大 一氧化碳分子中碳与氧分子在平衡时相聚米 当两原子之距离增大至米时 两原子之间之吸引力为牛顿 假定虎克定律成立 则当两原子距离自米增大至米时 分子未能增加多少 A,B,C,D,J5 81日大 两木块质量分别为M几两公尺 以力常数为K的弹簧相连 静置于光滑水平地面上 经以水平充量J失于质量M之木块 使整个系统沿直线前进 如图所示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负选题 A,质量为M之木块出速为J斜线M B,质量为两公尺之木块出速为J斜线2M C,当两木块最靠近时 两木块速度都是J斜线3M D,当两木块最接近时 系统总动能为J平方斜线9M 1,当两木块最接近时 弹簧被压缩6 74日大 某人吃异常度 质量M 密度均匀之铁链 令铁链之下端倾处一弹簧称盘 如图 射弹簧称之弹力常数为K 经将此铁链放开令其自由坠下落于称盘中 如称盘 弹簧之质量均可不计 所生的热能亦可略去 且弹簧称遵守虎克定律 则称盘下乘之最大位移为A B C D 7 83北模 弹力常数K的轻直弹簧 上端固定 沿斜角45度斜面将质量M物体挂于自然长度位置后放开 摄物与斜面间的净摩擦细数位 动摩擦细数位 重力加速度量值为G 如此无先沿斜面下滑至最后静止 弹簧的最大伸长量为 则细数A位下列哪一个答案 A B C D E 8 如图 有质量各为两公尺与M的两滑车A B 其弹簧常数各为2K及K 当滑车以等速相向而做完全弹性碰撞 则A车上弹簧的最大压缩量为 A B C D E 9 87日大 以自然长度为12L的弹簧 上端固定 下端挂一质量为M的物体并使物体在千锤方向做减斜运动 摄重力加速度为G 运动过程中弹簧的长度最短为11L 最长为15L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弹簧的质量不计 负选题 A 弹簧的弹力常数是K等于Mg斜线L B 当物体的速率最大时 弹簧的长度是13L C 物体的最大动能是2MgL D 当弹簧长度是11L及15L时 弹簧的弹性未能相同 E 当弹簧长度是12L及14L时 物体的动能相同时 69日大 塑胶圆盘以弹簧掉起 弹簧之弹力常数K 设有一直量Mg重物 自盘上方H高处下落者于盘内做SHM 弹簧及盘重均不计 则政府为 A B C D E 指31E B 2 A E 3 A C 4 D 5 A C E 6 A 7 A 8 C 9 A B C E 10 C E 85中联 如图 光滑平面上有A与B2物体 其质量各为2.0千克及3.0千克 B物体前负有力常数为K等于2.7×104牛顿斜线米的轻弹簧 A以速度3.0米斜线秒向右碰撞禁止之B 设为完全弹性碰撞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碰撞过程中弹簧的最大压缩量为2.0公里 B 在弹簧为最大压缩量时B的速度为1.2M斜线S向右 C A与B分开时A相对于B的速度为3.0M斜线S向左 D 在碰撞过程中弹簧之压缩量最大时系统的动能也越大2 88北连 如图 质量分别为2公尺M的甲 依两球 以力常数为K 质量可忽略的弹簧相连 静置于光滑水平面上 另一质量为M的丙球 以出速严甲 以两球的连线方向与以球做正向完全弹性碰撞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碰撞后 丙球速度为0 B 碰撞后瞬间 以球速度为 C 碰撞后 甲 以两球的直心速度为 D 碰撞后 甲 以两球的力学能为 E 弹簧最大压缩量为3 79日大 一单摆长L 摆垂直量M 经将M拉至摆线在水平下30度浮角之位置 如图 放开 当M摆至最低点时 与一直量为2公尺的另一静止小球发生正向碰撞 若M与2公尺为弹性碰撞 则碰撞后M可反弹多高 A B C D 4 75日大 二单摆 M摆 摆长L 将军为L 其一摆垂直量为M 另一摆垂直量为M 经将M拉起至水平状态后放开 使其与M产生弹性碰撞 M反弹至原来一半之高度 则M斜线M之值介于下列那一范围之中 A M斜线M0.1 B 0.1 M斜线M0.5 C 0.1 M斜线M1.5 D 1.5 M斜线M2.0 E 2.0 M斜线M5 73日大 一质量可略去 弹力长数为2牛顿斜线米之弹簧 如图 摄M等于2000克 M等于4000克 弹簧原长1米 经将此弹簧压缩至0.5米之长度 并将此系统之直心置于原点后 放开二指点令其再无摩擦之水平面震荡 试计算下列各种量复选题 A M与M之速率B等于2冒号E B M离开平衡点之带距离为三分之一公尺 C M之最大速度VM等于0.41M斜线S D M之震荡周期T等于5.1S6 质量不相等的二物做完全弹性碰撞 在此过程中 二物的那些量值必相等 复选题 A所受碰撞之力 B 动量的变化量 C 速度的变化量 D 动能在碰撞前后的变化量 E 所受冲量7点甲球在高80米处的大楼自由落下 同时将质量相等之以球自甲球的正下方地面 以50米斜线秒速率向上抛出 二球在空中做正向弹性碰撞 不计空气阻力 则两球者的时间相差 A 2 B 3 C 4 D 6 1 8秒 G等于10M斜线 8 质量等于0.4公斤之球 E等于5M斜线S碰撞静止 质量等于0.6公斤之球 二球球心距离小于10公分时 斥力为50NT 若未正向弹性碰撞 两球最近距离为何 A A A0.05 A0.05 B 0.06 C 0.07 D 0.08 E 0.09M9 72日大 以动量为P 质量为M的甲质点 与一质量M 静止的以质点做弹性碰撞 碰撞后甲质点的动量变成 且与原来的入射方向乘90度角射出 此时以质点速度量值为 A B C D E 10点甲球自高位240.1公尺之大楼顶端自由落下 同时另一质量相同之以球自大楼底下以24 5公尺斜线秒牵直上抛 则二者正向弹性碰撞落至塔底之时间相差为何 A 2 B 4 A C 6 D 8 E 10秒止32 E A B C 2 A B D 3 C 4 B 5全6 A B D E 7 D 8 C 9 C 10 A E 87北连 质量M的物体以出速V与质量M的净值物体做完全非弹性碰撞 弱支碰撞后系统总动能损失20% 求两物体质量比M斜线M位 A 4分之1 B 4斜线1 C 5分之1 D 5斜线1 E E2 88北连 有意玩具手枪发出一子弹射入一质量两倍的木块 金蚁之弹流其中 且木块被轻直之细绳 长度为3公尺 细柱 掉在天花板下 在悬点下方2米处A点有一丁字 如右图 若此木块恰能在千值面上旋转 则子弹之速度至少位 G等于9.8M斜线S平方 A 18 B 21 C 24 D 25M斜线S3 一粗弹簧直立地板上 下端固定 起上端负一质量为M之A物体 平衡时弹簧被压缩成2.0公分 金蜜有意质量M之B物体在A之正上方16公分处自由下落 给予B做正向完全非弹性碰撞 不计弹簧之质量及A B两物的线性大小 求弹簧之最大压缩两位 复选题 A 4 B 10 C 6 D 12CM4 83日大 甲 8 2 D 12CM4 H 13CM4 8 H H H 82日大 以质量VM的子弹 以速度V水平射入一个放在光滑平面上的镜上木块 木块的质量VM子弹射入木块后嵌其中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复选题 A 碰撞前后 动量守恒 B 碰撞前后 动能守恒 C 碰撞前后 总能量守恒 D 嵌有子弹的木块 其速度VMV斜线 M加M 1 若木块用意其两可忽略之轻神吊者 则欠有子弹的木块上升之高度位 G位重力加速度 6 80日大 三指点在原点发生碰撞而结合为一体 其质量及速度分别如右图所示 则在此碰撞过程中 损失的动能与碰撞前的总动能之比值位 A B C D 7 72页大 有一孤力系统 由两物所构成 下列叙述中 何者错误 A 整个系统的总能量必很保持位义常数 B 两物做完全弹性碰撞 系统之状后总动能必等于碰撞之前 C 两物做完全弹性碰撞期间 两物之总动能必保持不变 D 两物做非弹性碰撞后 总动能必有变化 E 两物做弹性碰撞后 运动方向不一定互相垂直8 89日大 质量位的假物体 以出速度 朝加X方向运动 0 与质量为 原为禁止之以物体产生意为碰撞 碰撞后假物体之出速度位 以物体之速度 朝加X方向未正直 则下列叙述 何者未正确 复选题 A 如0 则一定大于 B 如等于0 等于 则一定等于 C 如等于 则此碰撞一定是弹性碰撞 D 则此碰撞一定是弹性碰撞 E 如等于 则此碰撞一定是非弹性碰撞9 质量为等于3公斤之物体向东撞 向质量为等于6公斤之静止物体后 速度由东17M斜线S便位东偏北53度5M斜线S 则碰撞后之速度位若干 A M斜线S东偏南37度 B M斜线S东偏南